弟兄姐妹平安 今天我们来看出埃及记37章 这一章似乎跟25章有所重复 都是制作约柜、施恩座、陈设柄桌、金灯台和香坛五件器具的详细造型、尺寸 出埃及记25章一节说 耶和华小域摩西说 这里耶和华指示摩西如何制作这些圣殿用的器具 而37章是实际制作这些器具 神亲自呼召制作的工匠 而且具体制作是完全根据25章的指示和尺寸制作 没有任何的修改 约柜由比萨列带领用造甲木制作 长两肘半、宽一肘半、高一肘半 里外包上金金、四围镶上金牙边 37章三节说 又住四个金环安在柜的四脚上 这边两环、那边两环 这四个环方便两根杠穿过 用来抬柜 但是将四个环安在四个脚上 重心偏低 然而比萨列并没有质疑这个设计 他顺服并严格按照上帝的旨意制作 约柜的设计是配合当时的以色列人 在旷野随时需要移动 所以贴近人的尺码 便于杠台 约柜通常走在以色列人队伍的前方 在此看见上帝设计将环安在四个脚上的用意 是当立位人将杠扛在肩上时 约柜的顶部高过众人一走 约四十五公分以上 容易后面的人看见 约柜本身不大 没有太多的绚丽 它主要是象征了神与百姓同在 六至九节 记载了诗恩作的制作 诗恩作其实就是约柜的盖子 它不是造假木作的 而是由一个整块的金金打造出来 包括三十七章七节所说 垂出两个纪录伯来 安在诗恩作的两头 纪录伯是彰显了神的圣洁和公义的天使 三十七章九节说 二纪录伯高张翅膀 遮掩诗恩作 纪录伯是脸对脸朝着诗恩作 似乎展示他们谦卑 俘伯 敬拜侍奉诗恩作上的至高者 诗恩作的原文有遮盖赎罪的意思 它除了用来遮盖约柜 也是用来遮盖律法所显明的罪 因此英文版本有将这个约柜的盖子 翻译成mercy seat 诗恩作 或者是atomment cover 赎罪盖 大祭司在每年的赎罪日将祭生的血 谈在诗恩作的上面和前面 出自立位纪十六章十四至十五节 作为赎罪仪式的焦点 九至十五节提到了陈设饼桌的制作 同样用造夹木制作 包上金金四围箱上金牙边 同时按上四个金环 可以穿杠抬桌子 方便移动 立位纪二十四章记载 陈设饼桌是用来摆放十二个饼 分为两行放在桌上 每周换一次 换下来的饼由祭司食用 陈设饼用以象征 神给以色列十二支派的供应 十六节记载 陈设饼桌上的器皿 就是盘子 用来摆放陈设饼 条根也许是用来夹取陈设饼 点九的平和绝 这里没有提到各器皿的具体尺寸 大小 只说是用金金做的 十七至二十四节 详细记载了如何做灯台 登台两旁插出六个枝子 这旁三个 那旁三个 每枝上有三个杯 形状像杏花 有球有花 从灯台插出来的六个枝子都是如此 灯台上有四个杯 形状像杏花 有球有花 灯台每两个枝子以下有球 与枝子接连一块 灯台插出的六个枝子都是如此 灯台的制作非常详细 复杂 特别是 这些都是用一块 一他连德 约三十多公斤重的金金锤出来的 没有任何的接连 因此 上帝特别提名挑选了 犹大支派的比萨列来担此重任 出埃及记三十五章三十一至三十三节说 神的灵充满了他 使他有智慧聪明知识 能做各样的工 能想出巧工 用金银铜制造各物 又能刻宝石可以镶嵌 能雕刻木头 能做各样的巧工 上帝呼召出来服侍他的人 他一定会赋予他所需要的恩赐和能力 金灯台的整体接连一块 象征以色列各个支派的合一 复国后的以色列就是以金灯台作为国徽 二十五至二十九节 香坛的制作与约柜和陈设饼桌的材料一样 都是用造夹木包上金金并在四围箱上金崖边 同时带有金环作为穿杠的用处 以便台坛 香坛的作用是用来烧香 香象征了圣徒的祷告 香气从金香坛往上升 如同我们的祷告上升到神那里 为神所悦纳 《楚埃及记》三十七章记载的 约柜石恩座 橙摄柄桌 金灯台和香坛 这五件器具 除了石恩座和金灯台之外 都是用造夹木包上金金所制成 造夹木生长在西那半岛 是全球最干燥的地方之一 这个区域几乎都是岩石 土地长期干旱 加上炎热的日晒 强烈的繁风 除了造夹木之外 少有植物能够忍受这么恶劣的环境 然而造夹木在这种极端环境下生长 造就了几个特质 树身带刺 木性坚硬 耐压 抗虫 防腐 是广泛用于置气的凉木 上帝选用造夹木 一是就地取材 二是拣选最平凡的木头做它的器具 当造夹木的刺和树皮被修净后所制作出的器具 里外包上金金 它们就成为神圣的器具 同样的 人的棱角被神修剪之后 加上它宝血的覆盖 即可成为和神心意的器皿 三十七章的绘幕器具 是上帝呼召他自己的选民来成就他的事工 比萨列也许不是最完美的工匠 但他领受从神而来的恩赐 做出了和神心意的器具 今天上帝也呼召我们这群平凡的人 来参与他的事工 就拿Podcast例子 有本教会的弟兄姐妹参与 也许内容和解经尚有不足之处 但这个事工是和神心意的 期待更多的人能回应上帝的呼召 积极地参与教会的各样服饰 做那顺服和神心意的器皿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 谢谢你通过这些绘幕器具的制作 让我们看到你的用心 你的美意 约柜 施恩座 橙色饼桌 金灯台和香坛的价值 不在于造假墓或者是金金 而是在于这些都是完全按照神的心意所制作的 你在那个年代呼召你的子民 有份与你的事工 同样的今天你也呼召我们起来参与服饰 求神带领我们学习完全的顺服摆上尽心竭力的服饰 来荣耀主名 以上祷告奉主耶稣的名 求 阿们 愿神祝福您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